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起秦桧这个人呢 我们一定都是非常憎恨的 对于这个人我们大多都有别样的情感 在杭州月王庙的内月妃幕前 还有一对秦桧夫妇下跪的雕像 本来月妃回来之后准备喝庆功酒呢 昏君却和这个奸臣秦桧私通 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压在了月妃身上 把这个大功臣和其儿子都一起杀害 别看秦桧在历史上骂名不少 但人家确实是有真材实料的 进宫的原因是人家考取了状态 要不然还根本没有这个著名的奸乡呢 他的一生有一个名词 就是祖和 当初他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 保住自己的金银财宝 费地里竟然和金国密切联系 宋徽宗还傻傻继续重用他 导致爆发了历史上著名的靖康支持 皇帝最终也因为这个丞相 而成为了敌人的俘虏 秦桧本来才想着自己应该可以性命无用 但是没想到金国根本不守信用 面对敌国丞相 当然也没有放过 被俘虏关押在了牢房之中 在牢里的奸人还不死心 他不想要自己后半生 就这样待在小黑屋里 所以他想到一个办法 就是给金国当汉奸 重新回到宋朝和金国秘密联系 金国当然答应了 他们知道这秦桧从骨子里 就是一个当汉奸的命 所以金国让他当了使者 重新回到南宋 回到南宋的秦桧凭着自己 三寸不烂之舌 说自己是侥幸逃脱出来的 而且掌握了金国大量的秘密情报 希望皇帝能给他一个官职 好让自己发挥自己用处 给国家做贡献 宋高宗听完他的一腔热血 竟然听信他的鬼话 给他了一个高官 一年十九年都是南宋的宰之官 其实皇帝和秦桧都是一个派别的 就是主和派 他们害怕战争 如果战争胜利了 那么还在当俘虏的徽宗 就会回来取代他们的位置 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就不保了 恰好此时宋朝出现了历史上有名的名将岳飞 这个人拥有一支无敌的军队 而且他是主战派的 自然成为了二人的眼中钉 后来岳飞之死大家也都耳熟能详 都是秦桧陷害 而高宗自己对于这件事情早就同意了 所以对于岳飞的死 他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其实秦桧在历史上 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人物 其实很多人认为 秦桧历史上的骂名都是替高宗备的 当上宰相之后都是受皇帝的指示做的 而秦桧此人在某些方面还颇有建树 秦桧毕竟是一个壮人狼 所以他的字体是非常好的 善于书法的秦桧 在考试中 凭着书法而被老师相中 由于当时宋朝文字没有统一 很多杂乱的书体流行事命 秦桧也是十分苦恼 当秦桧在处理公文的时候 实在看不下去了 来自全国各地杂乱的字体根本不一样 很不规范 这一个个看下去岂不是要忙死 所以他仿照当时的寿金体 创造出了一种独特的字体 看起来非常简单 自己创造的字体 当然是要在皇帝面前显摆一番 当徽宗看到他所创的新字体时 也是非常欣喜 其实他也一直想着如何统一文字呢 这下可好 让秦桧解决了这个大麻烦 徽宗一声令下 这个宋喜被直接推广到全国 各地人民被要求统一 按照秦桧的诵体来书写文章 但是这个字体并没有署名自己的姓氏 毕竟秦桧后来名声实在不好 而且当今全国各地都有秦桧的跪下 当然不敢把秦桧和这个文字扯上什么关系 这个字体最终以国号命名 后来的人们对于这一字体又进行了改造 把它改造成为更加适合印刷的仿送体 我们现在用的印刷字体标准 大多都是这个字体 秦桧的名声一臭万年 没想到他对于后人关于文学方面 还有如此大的贡献 沿用几千年 简直有些造化弄人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